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8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据NBC新闻报道,在加州Los Altos突发凶案,1月17日下午1点20分分 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位于West Ides 200号的房屋进行检查 在屋内发现两具尸体 警方表示,死亡原因尚不清楚,两位死者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 圣克拉拉县法医验试官办公室正在对这起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新闻中报道,在住所发现的第二个人的身份尚未得到正式确认 这让公众,包括Chan的同事和朋友,处于担忧的状态 Chan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他已成为科技行业中受人尊敬的人物 同事们钦佩他的技术能力和对工作的奉献精神 他突然而悲惨地去世,使业内许多人都为失去一位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士感到惋惜 有网友爆料,去世的两人都是27岁,从本科起就是同学 共同就读于清华大学,后来出国读硕士也是同学 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现在又是同事,可以说是神仙眷侣的组合了 目前案件详情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12月的年通胀率升至3.4% 较11月份的3.1%有所上升 这是在下周央行公布新的利率之前 通胀表现出顽固的迹象 经济师们此前普遍预计到通胀上升 原因是2022年12月的汽油价格更低 12月的食品杂货价格同比上涨4.7% 与11月份的涨幅持平 统计局表示 由于12月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 2023年的年平均通胀率为3.9% 低于2022年平均6.8%的40年高点 加拿大央行衡量潜在通胀的核心指标之一 CPI Trim 小幅上升至3.7% 而CPI Media值保持在3.6% 核心指标未能显著放缓是一个迹象 表明通胀可能会缓慢下降 自2021年3月以来 总体通胀率一直高于2% 即央行1%到3目标区间的终点 为了抑制通胀 加拿大央行在2022年3月至去年7月期间 将关键政策利率上调至22年来最高的5% 央行下次宣布利率是在1月24日 预计届时不会降息 甚至很多专家预测 今年加拿大央行可能还会进一步加息 加州警方称 一名在元旦后失踪的华裔女性已被发现死亡 据信她的丈夫在除夕夜将她杀害 并抛尸深山中 诺斯卡托斯 赛林山警察局LGMSPD在周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上周六 执法人员在圣克鲁斯山脉 发现了40岁的余盈莹因应有阴翼的尸体 据介绍于盈莹的雇主联系了警方 称自新年一时就无法与她取得联系 警方随即于1月8日开始调查 调查人员发现于的丈夫56岁的耶格尔 上麦克斯耶格尔有关妻子下落的说法 与他们发现的证据不符 警方在调查中获悉 于盈莹曾被列为除夕夜一起家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上周四 耶格尔因与该事件有关的指控被捕 并被关进圣克拉拉郡监狱 进一步的调查 将警方引向耶格尔早些时候去过的 圣克鲁兹山脉的一个偏远地区 上周六 调查人员在山上发现了据信是鱼的遗体 遗体的正式身份正在等待法医办公室确认 华盛顿州塔科马 Tacoma市16日公布文档显示 有关2020年三名塔科马警局员警 涉嫌贵押非遗男子埃里斯 Mongwell Ellis致死案 三名被告警察在去年12月被获判无罪后 每人将获得50万元自愿离职金 代表死者家属的律师艾瑞克森 Matthew Erikson C.Aster为此表示 这种做法有被常理 这些警察因埃里斯的死实际得到了奖励 而且他们停职近四年期间 仍领取总计约150万元薪税 最糟的警察竟是薪税最高的警察 艾瑞克森声明写道 社区每个人都应该觉得愤怒 但是代表亚裔警员瑞金 Timothy Rankin的律师布雷默·安布安奈儿表示 这些都是优秀的警察 此举是向公众表明 塔科马很遗憾失去他们 2020年3月3日 10年33岁的埃里斯被三名警察跪压致死 法医解剖后认定埃里斯死因是他杀 原因是警部受压迫导致缺氧 家属就此案对两个政府机关提出民事赔偿诉讼 及刑事纠责 埃里斯家人后来与被告之一的郡政府 达成400万元和解协议 针对三名警察的刑事诉讼 包括现年34岁的瑞金被控过失杀人 40岁的柯林斯·Matthew Collins 和38岁的伯邦克·Christopher Burbank 被控过失杀人和二级谋杀 陪审团经两个多月审判 去年12月宣布三人无罪 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一份 关于在加拿大销售的儿童药物的公众咨询 该药物可能存在过量的风险 1月17日 政府机构建议消费者停止使用受影响的产品 因为它含有比标签上描述的更多的对乙鲜氨积分 该公告称 Tewa加拿大有限公司在常规产品检测后 发现受影响批次的对乙鲜氨积分含量 高于可接受水平约185毫克5毫升 而不是批准和标签上的160毫克5毫升 正在召回EPPDHX对乙鲜氨积分口服溶液 这可能会导致儿童服用过多的对乙鲜氨积分 该产品无需处方即可购买 用于缓解2至11岁儿童的轻度至中度疼痛和发烧 要确认您是否有受影响的产品 请检查批号 受影响的产品编号为NC0079 有效期为2024年8月 过量服用对乙鲜氨积分 可能会出现恶心 呕吐 嗜睡 出汗 食欲不振以及上腹部或胃部疼痛 卫生部表示 腹痛可能是肝损伤的第一个迹象 可能在24到48小时内不明显 肝损伤可导致肝功能衰竭 最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拉斯维加斯的人行天桥通常挤满了游客 人们在赌场绚丽的灯光下拍照 或者观摩街头表演 现在 这些都属违法行为 新规于周二生效 为者可能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或1000元罚款 拉斯维加斯所属的克拉克郡 本月一致投票通过了一项措施 禁止人们在狭长的人行天桥上 驻足 站立或从事导致他人停下脚步的活动 禁令的范围包括人行天桥相连楼梯 电梯和自动扶梯周边20英尺 那些等待使用电梯 自动扶梯或上楼梯的人不受禁令影响 克拉克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其步行区条例并不是针对街头表演者 或停下来拍照的人 而旨在通过确保桥上行人的持续流动 来提高公共安全 声明称 该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我们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仍然是人们旅游和出行的安全场所 但反对者表示 该禁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各项权利 周三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公布了外界期待已久的 银行透支费的改革提案 这是拜登政府打击乱收费的最新举措 白宫称这些收费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尤其是工薪阶层 CFPB称 新规填补了一个漏洞 几十年来 该漏洞使透支贷款不受1968年贷款真相法所要求的消费者保护管辖 CFPB的数据显示 自2000年以来 美国消费者已经支付了约2800亿元的银行透支费用 在此期间 大银行每年从透支费用中获得的收入飙升 与支票账户直接挂钩的消费者借记卡的推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总统拜登周三在一份关于新规定的声明中说 长期以来 一些银行收取过高的透支费 有时高达30元甚至更多 这往往对最脆弱的美国人造成了最沉重的打击 而与此同时 银行却在不断增加自己的底线 银行称之为服务 我称之为剥削 CFPB称 新规只适用于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的银行 及全美约175家机构 加在一起 这些银行在任何一年收取的透支费中通常占80%以上 近日 一篇来自安省华人囚犯 及其特殊的分享贴 在小红书上掀起一阵波澜 让加拿大华人直呼大开眼界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许多网友点开了这篇帖子 并表示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根据网友的透露 监狱的公共区域干净又宽敞 有厨房 健身房 牢房里还有大窗户 比很多地下室出租屋的窗户大得多 阳光十分充足 要知道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估算 联邦监狱里的一名犯人每天的吃 住 管要耗资357美元 难怪大家都说 就这价格可以媲美五星级酒店了 就连加拿大保守党领袖 Pierre Polliver此前都表示 对许多人而言 杜鲁多执政下的住房市场 实际上比监狱还糟糕 去年9月份的一篇报道指出 加拿大联邦监狱的囚犯 都不想出狱了 并主动要求延长监禁时间 因为坐牢比出去租房强